新闻中看到的床具是由慈激新加坡分会捐给慈激雪龙分会 再送到北中南以及东海岸的多个州所的卫生局 来提供给需要病床的医院使用 其中也包括了双溪毛诺监狱 还有新骨毛残治障院 目前已经送出了2160套的床具 不只是协助支援解决医院缺乏床具的问题 这次的行动 乌鲁地南还动员了21位的志工人力 在货柜车还没有抵达博麦医院之前 就开始等候准备协助搬运工作 货柜车抵达前 自己志工早已在新山博麦医院等候多时 打开货柜车 里面装满的是此地准备送给院方的300套床具 目前是动员了18个 可能后面还要支援一些 因为这个他讲有五家罗里 柔佛州爆发第三波新冠疫情 博麦医院运动大楼被征用为防疫中心 货柜车的到来解决了床位不足问题 如果在宣防疫情时的尝试 如果有一个不复的病毒 或者是灾性的 或者灾性的用途 如果在进化上的时候 这些需要的 可能顾客是做得更多的 如果我们希望做到 我们希望很感兴趣 志工野人龙方式把所有床具搬下车 还要测试组装效果 经过三个小时 21位志工在汗水下终于完成此趟任务 让病患可以安心接受治疗 麦袋范炳药 马来西亚柔佛报导 欢迎点击贴文中的链接 收看完整版